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探索加拿大的自然奇观与户外活动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加拿大这个北美洲的宝藏 这个国家不仅有枫叶和冰球 还有无数的自然奇观和户外活动等着我们去探索 准备好你的登山鞋和防蚊液 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奇妙的旅程吧 首先 我们来到班夫国家公园 Banf National Park 这里是加拿大最古老的国家公园 成立于1885年 班夫的美景简直让人怀疑自己是不是走进了明星片里 你可以在这里看到碧蓝的路易斯湖 Lake Louise 湖水的颜色像是被上帝打翻的蓝色颜料筒 冬天的时候 这里还是滑雪爱好者的天堂 滑雪道多到让你滑到腿软 接下来 我们飞到加拿大的西海岸 来到不列颠哥文比亚省的太平洋沿岸 这里有一个叫做托菲诺 Tofino河的地方是冲浪爱好者的圣地 没错 你莫听错 加拿大也可以冲浪 托菲诺的海浪虽然不如夏威夷那么狂野 但也足够让你体验一把乘风波浪的感觉 而且 这里的海滩上还有温泉 冲完浪泡个温泉 这才叫人生啊 说到加拿大的自然奇观 怎么能不提尼亚加拉大瀑布 Niagara Falls 呢 这个瀑布横跨每家边境 每年吸引了无数游客 站在瀑布边上 你会感受到那种水花四溅 新潮澎湃的震撼 还有一个小秘密告诉你 尼亚加拉大瀑布的夜景 也是一绝 五彩缤纷的灯光照射 在瀑布上 简直美得让人不想眨眼 如果你喜欢徒步旅行 那么一定不能错过 加拿大的阿尔冠坤省力公园 Algonquin Provincial Park 这里有无数的徒步路线 从简单的半日游到 挑战极限的多日远足 应有尽有 秋天的时候 这里的枫叶红得像火一样 走在林间小道上 彭扶置身于童话世界 最后 我们来到加拿大的北极圈 这里有一个叫做 努纳伍特 Nunavolt的地方 是极光爱好者的天堂 极光 这种大自然的奇观 让人感觉 像是进入了科幻电影的场景 站在冰天雪地里 仰望天空 看着那五彩斑斓的光芒 在夜空中舞动 这种感觉 真的是无法用言语形容 总结一下 加拿大的自然奇观 和户外活动 真的是多到数不清 无论你是喜欢冒险 还是享受宁静 加拿大都能满足你的需求 所以 赶快收拾行囊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 加拿大之旅吧 记得带上你的相机 因为这里的美景 绝对会让你拍到手软 好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都没有机会 亲自去探索这个美丽的国家 下课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加拿大留学的职业发展 与就业机会 当然 让我们来聊聊 加拿大留学的职业发展 与就业机会 这可是个既严肃 又充满趣味的话题 首先 让我们从加拿大的教育体系说起 加拿大的高等教育 以其高质量和多样性 闻名于世 无论你是想成为一名工程师 医生 艺术家 还是AI专家 加拿大的学校 都能提供相应的课程和资源 这里的教授们 不仅学识渊博 还特别喜欢用实际案例来教学 让你在学习中不断惊呼 原来如此 说到职业发展 加拿大的就业市场 对留学生相当友好 加拿大政府推出了许多政策 来支持留学生的职业发展 比如毕业后工作许可 Post Graduation Work Permit PGWP 这让你在毕业后 可以合法工作最多三年 这段时间 足够你积累工作经验 甚至申请永久居留 现在 让我们来聊聊一些有趣的故事 你知道吗 在加拿大 有一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小李 他在多伦多大学 学习计算机科学 毕业后 他拿到了PGWP 并在一家初创公司 找到了一份软件开发的工作 这家公司专注于开发一款 能够自动识别猫咪情绪的应用程式 是的 你莫听错 猫咪情绪 小李的工作就是让这款应用程式 能够准确地判断出 你的猫咪是高兴 愤怒 还是饿了 这不仅让他学到了很多技术知识 还让他每天都充满了乐趣 再来看看另一个例子 小王是一名来自印度的留学生 他在温哥华学习环境科学 毕业后 他加入了一家专门从事可在生能源的公司 负责研究如何利用海洋能量发电 这份工作不仅让他能够实现自己的环保梦想 还让他有机会经常出海 享受大自然的美景 小王说 他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有这么酷的工作 这一切都要感谢加拿大的教育和就业机会 当然 加拿大的就业市场也有挑战 竞争激烈 尤其是在热门行业如科技和医疗领域 但只要你有实力和毅力 加拿大的职场一定会给你提供展示自己的舞台 总结来说 加拿大留学不仅能让你获得高质量的教育 还能为你的职业发展提供丰富的机会 无论你是想成为一名技术专家 还是想在某个特定领域做出贡献 加拿大都能帮助你实现梦想 而且 这里的工作环境和生活质量 也会让你感到无比幸福 希望这些故事和见解能够激励你 让你在加拿大的留学之路上 走得更加自信和愉快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加拿大的研究与创新环境 当然 让我们来聊聊加拿大的研究与创新环境 这可是个既严肃又充满趣味的话题 首先 加拿大的研究与创新环境 可以说是北极熊和枫叶的完美结合 这个国家不仅拥有壮丽的自然风光 还有一个非常支持创新和研究的环境 加拿大政府每年投入大量资金支持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 这让许多研究人员和创业者如鱼得水 说到加拿大的研究机构 不能不提到多伦多大学 麦吉尔大学和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等世界知名的学府 这些大学不仅在学术界享有盛誉 还是许多重大科研突破的诞生地 比如说 胰岛素的发现就是在多伦多大学完成的 这可是拯救了无数糖尿病患者生命的伟大发现 再来谈谈加拿大的创新文化 这里的人们非常重视合作和多元化 这种文化氛围对于创新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你可能会在一个实验室里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 他们各自带来不同的视角和经验 这种多元化的团队往往能够碰撞出意想不到的火花 有趣的是 加拿大的创新不仅仅局限于高科技领域 比如说 魁北克省的奶酪制作技术也是一绝 这里的奶酪不仅美味 还有许多创新的制作方法 这让我不禁想起一个笑话 为什么加拿大的奶酪这么好吃 因为它们有风味 当然 加拿大的创新环境也面临一些挑战 比如说 寒冷的气候 有时候会让人们的创新热情降温 不过 加拿大人可是非常有任性的 他们会在寒冷的冬天里找到创新的方法 比如说 发明了世界上最保暖的羽绒服 这可是让全世界的滑雪爱好者都感激不已 总的来说 加拿大的研究与创新环境 就像是一杯热腾腾的风糖浆 既甜美又充满能量 这里的研究人员和创业者们 在政府的支持下 不断探索未知的领域 为世界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改变 希望这些有趣的故事和见解 能让你对加拿大的研究与创新环境 有更深入的了解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加拿大的自然奇观 留学的职业发展与就业机会 以及研究与创新环境的精彩内容 哇 听起来是不是非常丰富多彩 首先 加拿大真是一个自然奇迹的宝库 从颁富国家公园的壮丽景色 到尼亚加拉大瀑布的震撼 简直让人目不暇接 而对于那些打算留学的小伙伴 加拿大不仅有高质量的教育 还提供了丰富的职业发展机会 甚至有些人能为猫咪情绪开发应用程序 真是既可爱又有趣 最后 加拿大的研究与创新环境也非常活跃 科研人员在这个多元化的环境中不断探索 为世界带来新的惊喜 那么 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加拿大的研究人员 能在寒冷的气候中保持创造力 难道是因为他们喝了太多的风糖浆 哈哈 当然不是 这背后是他们的任性和对创新的渴望 现在 我想听听大家的想法 你对加拿大的自然奇观 留学生活或者研究环境 有什么看法或问题吗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 让我们一起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我们节目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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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